嘿 大家 今天的vlog是关于我们被请去路克斯学校谈话的事情 要跟路克斯的校长见面了 路克斯请假太多了 应该不是校长 是个team 啊 我们还没你很多人 不然我就不让你去了 我觉得你去也耽误事 你去哪里啊 你也戴了个眼镜啊 你戴烦了宝贝 好 好 好 还没到学校来的路上就先小吵了一架 感觉比当年 是吧 考试啊 什么面试啊 更紧张啊 争吵的结果就是我老婆说 你什么都不用说了 你到时候听了就行了 闭下你的嘴巴 我来讲 我说好 结束对话了 进雨之前很紧张啊 结束对话了 进雨之前很紧张啊 其实很简单的对话 大概只有五到十分钟 学校还是相对比较委婉的给了我们一些警示吧 他们跟我们算是一个碰头会 他们说想要了解一下路克斯的情况 到底为什么一定要请假 然后还会请多长时间的假 是不是一个长期的一个事情 因为他们也让我们知道了他们为什么不赞成和不同意路克斯请假 就我们过去理解就是一些作业嘛 一些就是可以拿回家做的东西 我们拿回家做好了 其实不是 他们是一些客间的这种活动 就是他有配对的 比如说路克斯跟另外一个小朋友一组 然后路克斯早退的时候 那个小朋友就一个人做不了这个 比如说社会实验啊 或者是一个什么topic的一个讨论 然后路克斯自己也提过说他把那个小朋友扔在那里 就挺guilty的 挺不好意思的 所以路克斯也很纠结 然后聊完之后 我觉得可能改变了我对学校的看法吧 我来之前觉得说学校怎么这么不人形化 对吧 不配合我们 实际上他们确实有他们的难处 所以我们可能还是没有办法 还是得 没办法让路克斯这样继续早退了 因为可能有一些比赛路克斯很重要的 那是不得不请假的 所以训练的话比较困难 路克斯好不容易刚打了一个区域锦标赛的第一名 而不是区域锦标赛 本地的 叫RYC的第一名 之后希望能够在不请假的情况下继续保持他的基建的水准吧 请问今天的会谈有没有把你从你这个stressful的状态中解救出来 怎么感觉就是之前就感觉一直在跟他们play around 然后今天谈完了之后就觉得 就是知道未来要就是确定一个方针政策了 其实人家也挺开诊布公的 他说我这个就没办法安排了 对 那另外的学生 那谁给你配对呢 对吧 而且他也说他是说就是要考虑的长远一点 初中的话就不像又不像现在这样子了 就是说也没有home room什么的 就是也没有他说也没有老师可以课间再帮你去补什么 可能现在的时候 现在的话就是Lukas的老师可能在课间的时候 会帮他补一些东西 会告诉他上次课缺了什么 但是上中学之后就没有了 而且他这个班主任还是以前带过 还是运动年 他现在这个班主任其实挺适合他的 因为他是一个他是高尔夫教练 之前带初中的 只要把你解救出来了 这就是我全部的愿望 其他的只要你不要stressful 不要给我压力 咱们家就太平 ok 你为什么对我要求这么高呢 我只要求你不要stressful而已 这个要求就很高 你带三个孩子还有工作 你能不stressful吗 那你可以不工作 不行 孩子给你带 我也要工作 天哪这么热爱工作的吗 故想讲如果我是你的话 你老公能做这么多事情 我就在家躺平了 你还要工作 请问为啥 为啥你一定要工作 因为我有我自己的价值没有实现 好好好 我每次写邮件都写得比较好 哈哈哈哈 怕有我离我 怕有我离我 先接谁 先接肥羊 先接肥羊 忘了 凭什么 或是吗 reflect cargo 是5小型的 5型的 我都不知了 大型的 大型的 1型的 我们前两天发的视频 po出来过后 有很多观众留言 对我们这个问题很关心 也帮我们出谋划策 结果有个观众说 你们私立学校算好的了 如果在公立学校请假请多了 会被县检察官 直接找你们家长的 就是这美国的孩子 有接受教育的权利和义务 如果你们缺和缺太多的话 会被政府追责的 路卡今天早上跟我讲 他的学校的校服裤子顶了 然后摸一下 确实是他最近感觉胖了一点 然后他说这个裤子已经穿三年了 我说后来给你买一个 这个不叫胖叫壮 就是二年级的时候买的 一直穿到了五年级了 嗨 kids 你们现在在YouTube上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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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咋了 试嚷了 跟小小baby一样 啊 干嘛呢 他对我上了布 我才跟他抹 就是你对肥卧太命了 他要去starbucks 你就让他去 你说那些话干嘛 just cause 要宠妹妹知道吗 她又不宠我 哪有妹妹宠哥哥的 你真是你是不是傻 但是她她说 她的房间我让她说 我玩完了 我就可以帮你说是好我玩的 然后我上的时候她没有说 她说好像我不帮你收了 然后我跟你说好了 然后她说 然后让她走 你看 因为我那时候要走了 那你有 也有另外的网友留言了 说你这才在哪里呢 你三个孩子 这才老大一个人的事 等Fiona跳舞开始出去比赛的时候 等老三也有科尔班的时候 才是对你们真正的考验 我想了一下 我整个人有点呆 所以经过今天的事情想了一下 那天跟我们团队的大卖卖 坐在这里聊的话题 说我们到底应该投资孩子的未来 还是投资一些房子 将来直接给他们 根本就是一个错误的选题 我们花在孩子身上的钱 完全不是投资 买房子 那个叫投资 有租售物比 有增值回报 花在孩子身上的钱 就是消费 就浪费掉了 从税务角度来说 也不可能让你抵税的 这个心态就对了 花进去 不求回报 躺平的心态 才能吃久